今天呢我们可以先从星盘当中的太阳 以及我们跟伴侣跟这种 跟伴侣互动的时候 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相处的下降星座 以及跟爱有关的这个特质的金星 这几个部分来看哪些星座的女人 她们对于爱的这种获得 或者是说满足感是比较高的 所谓下降星座怎么算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大概知道自己的上升星座 从上升星座当作是一的话 依序数到第七个就是下降星座 向伟如你的上升星座 不是这样子说 是黄道上面的顺序 我举例来说向伟如你的上升星座 是这张叫黄道的对不对 星座的好 大家自己上网 大家自己上网去 你除了有那个星盘之外会有一个这样子 老师所以就是从上升 等一下独立哥的上升是天平座 那依序就是天平 天蝎 射手 摩羯 水瓶 双鱼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第七个会是母羊座 我是母羊座 对你的下降星座就会是母羊座 那下降星座代表什么来部分的星座 可能我们伴侣互动的时候 伴侣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或是我这个人期待我的伴侣 能够带给什么样的特质 在互动的时候 对好 向伟如你的上升是巨蟹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就会是摩羯座 那亚兰你的上升星座是处女座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会是双鱼座 双鱼 对婉萍呢你的上升星座是这个天秤座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就是母羊座 花花一样你的上升是天秤的话 你的下降星座也是母羊座 母羊好 好那我们来看 就是从这几个部分来看 什么样星座的女人 比较容易得到满满的爱 第三名呢 首先是有落在金牛座的人 原因是因为要求不高容易满足 好像我们营养师 这有比较好吗 要求不高容易满满 营养师 营养师你个人心盘对于亲密关系 其实是带有这个金牛座的特质的 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在过的 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金牛座的女生来说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 他们很喜欢什么金钱物质 但是其实金牛座的女生 因为他们是固定星座 他们的满足点其实很低的 只要让他有安全感 有这种稳定的感觉 他们就可以得到满足 就会觉得自己被爱了 我举例来说 可能这个一样是男朋友 或是伴侣去法国出差 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盒巧克力 有的新座的女生会说 拜托你去法国 你只带盒巧克力给我 就会生气就吵架 但对于金牛座的女生来说 他可能觉得 好好喔 你出差这么辛苦 你居然还记得带巧克力给我 幸福跟那个是 它不是比较的 你是自我感受的 对 没错 我们来看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射手座的人 原因是因为 乐观开朗 充满自信 有喔 其实花花你的星盘 你关于这种互动 然后跟思绪表达有关的 其实有射手座的特质 那还有韦如 对不对 太阳射手 大家常常会说 射手座的女生 好像太活泼了 不够安定 但是其实这就是因为 他们很爱自己 怎么说 他们不会去勉强自己在一个 我不想要 我已经没感觉 或是我不喜欢对方 这样子的关系当中 他们很能够 就是觉得我对未来 是充满信心的 然后很能够珍惜 重视我身边的朋友 给我的爱 也就是说 他们对于爱的这个 接受范围是很广泛的 他不限于某一个对象 给我爱 他会觉得我有家人 可能像我说 我有个很疼我的 很懂事的孩子 好 这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我有满满的爱了 不一定要有某个具体的这种伴侣 或是怎么样 就说他们是这种乐观开朗 而且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而且如果说 放在这种伴侣互动当中 因为四手座就是那种 看起来很热情 很有自信 这样其实也很容易吸引 男生对他们的这种喜好 你知道有的男生会觉得 这女生好像越难以捉摸 我越想要去对他讨好 或者是用各种方式 把他定在我的身边 也因为这样的特质 是四手座能够得到满满的爱的 我们来看第一名呢 如果有落在双鱼座的朋友 要恭喜双鱼座的原因是因为 温柔婉约感情共鸣 像亚兰 其实你的下降星座就是双鱼座 所以下降星座双鱼座的意思说 第一个可能昌明哥你的伴侣 他是非常懂得浪漫的 就他有一种他的浪漫 再来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能够从你的伴侣互动的那种 很多细微的 他可能没有说出口 可是你知道他是在意你的 就是我们常讲双鱼座 特质的人很像有特异功能 很多事情是伴侣 他没有真的说出来或做出来 他有这种情绪的时候 双鱼座的人就能够感觉得到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星座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